大家好, 吹水到觀塘 來到我身後這間叫艾朗儀心酒店 很高 這次訂了自助餐住宿套票 這次真的很開心, 為甚麼? 住套房, 拿了房間才和大家吹 現在進去 赤煙的位置是35樓 很高 一出電梯 嘩 一出電梯, 先拿到房間 卡塔的位置正正就是 對著游泳潮, 挺好景色 拿房手續相當順利 填上所有健康申報表 房間是32樓 好, 我們就 現在先坐電梯上去 一出電梯, 原來不是上, 是下的 我們在35樓下回來, 這裡是32樓 走了不夠3分鐘, 就進來這裡 3205是這間 沒反應 沒反應 第一時間先插一張卡 不一定有電 我們看看今天的房間 這間是3205, 角落頭這間 說明是套房有多大間 看看擺設 除了擺設還有一幅畫 擺設下來到 微波爐的位置 更加正就是什麼 咖啡機 咖啡機旁邊還有子彈 什麼子彈呢 咖啡膠囊 還有兩支水 微波爐底下 還有些茶包 還有些酒杯 有酒杯有沒有酒呢 旁邊也看不到有酒 底下呢 底下也有幾罐的雪 是否免費 這邊呢 水煲 茶水櫃的位置 正正有一張餐桌 餐桌 對著就是 廁所的位置 進去看看 一進到左邊 嘩 你想快就很快 一進門就看到了 廁所 隔著玻璃進去 就是洗手盆的位置 又有兩支水 有水 還有一塊鏡 大家都知道 這期靠樣子找食 那梳洗用品 在哪裏呢 正在找到 封筒就找到 莫非在這裏 真是 找得多厲害 對嗎 旁邊這裏還有 洗頭水 有洗頭水 必定有浴室 浴室是這樣 是的 洗澡和浸 都是在一起的 這些是否叫乾濕分離 還是乾環乾濕環濕 但是乾濕一起 浴缸都很大 還有 還有 一個擺在天花板的 雨林色花灑 真棒 在廁所走出來 嘩 真是 藝術品的誕生 這間酒店 很多類型的石頭 珊瑚等 有藝術品擺設 對面就是梳化的位置 雙人梳化 都不錯 還有一幅掛畫 相當漂亮 梳化對著就是一張茶几 茶几 對面就是一部 入場式的大電視 除了大電視 什麼什麼 大家看到嗎 有發現 知道這部是什麼嗎 你不要跟我說 影碟機 還行帶 那隻 這些叫做VCD還是DVD VCD對面是一個寫字桌的位置 還有一張大班椅 多棒 大家看到嗎 倒轉這隻當然看到 有本石的百科傳書 還有一張桌燈 還有一張桌燈 這張桌燈 我弄了很久都開不到 一怎麼開呢 不斷按 不斷按 原來 這樣的 你說多大香 你出城 開了一張燈 就不同了 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一系列的落地玻璃 高樓層的好處就是這樣 一望無際 一望無際 比看樓景更好 有什麼呢 少少海景 比少少海景更好 就是多一點海景 郵輪碼都看到 看不看到 這邊近一點 對面應該是太古城 對面 看完客廳 又看到海景 進來後 第一個感覺 就是相當舒服 和溫馨 絕對有一個家的感覺 特別是 有個微波爐 這個咖啡機 相當開心 可惜只有三顆 如果多三顆就更好 接下來的飲品 我還未看到 是否請我們喝 看來就相似 還未說價錢之前 大家當然有些憧憬 憧憬看什麼 看房間 現在就砰砰砰 跟大家看看房間 房間的位置都是在窗台旁 開門 在窗台旁 讓大床房吸引 更加吸引 嘩 這裏還有一部iPad iPad旁邊 是一張 大床房間 有幾個 我想四個人都睡到 床房間 床對面都是一部入場式的電視 電視隔壁有些什麼呢 最棒就是這樣 行李架放在房間 多方便 更加方便有些什麼 當然不算有衣櫃 開門 然後一Spegrade 的人 pinch body 看看有什麼呢 還有一 cann 床房間 Upstand rates 有玉璧 還有拖鞋 有拖鞋 當然要做鴿鑑滿可以使用 看完衣櫃,旁邊還有一塊站身鏡 當然要看套房的廁所 急不及多,進去 咦,這麼熟口熟臉 有什麼大鏡小怪嗎?就是剛才的廁所 共用是最好的 在廁所看出房間的位置 都是一系列的落地玻璃 房間的景觀又如何呢? 又不又是樓景 又是那句小小海景 大家看完房間覺得怎樣? 我自己就真的相當滿意 還有一些驚喜 但是餘心酒店我在香港仔住了一次 和我這次合拍的感覺完全是兩個世界 上次那間餘心酒店 只是看地下 懷舊風味又回來了 這次進來就有一個很舒服的感覺 最正當然是看到少少海景 我自己感受很深刻 大家都很心急想知道這間房間什麼價錢 坐下再跟大家慢慢吹一下 大家深呼吸一下 這麼大間套房間又廳又房間 今天行一個價錢 1299元全包 整間房間 大家會去喊一聲 喊完還要深呼吸一下 為什麼? 因為它還包兩位半全自助晚餐 半全自助晚餐 是不是說到很複雜 我待會再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現在吃自助餐 都是蠻複雜的 大家未懷疑完再深呼吸多一口氣 深呼吸完的話 它還包多兩位早餐 早餐是套餐 一位一位 今次用這個價錢 訂到這間房間 我自己又相當開心和高興 我上次去洪坑堡遊玩 當時遇到位網友 他說住在旁邊 接著又去洪坑堡遊玩 我這次也是 我住在旁邊 為了訂這間酒店 我特意由牛頭角走到去 彩虹再遊 彩虹走到過來 有種去旅遊的感覺 你說開不開心 剛才進來的時候 又遇到位網友 他又說 喂!嘉騰星 我應該不理他 叫我嘉騰星 喂!嘉騰星師傅 喂! 你找一集說小澤園 不是吧! 嘔嘴 小澤園 我當然是直樹母子 待會再和大家說 這間酒店有什麼設施 講到設施 大家進來的時候 找房間35樓的櫃 大家都看到 在坎太隔離 正在游泳池的位置 今天這個游泳池相當之好 為什麼好? 它沒有人 早上十點到晚上十點 任你遊 沒有分時段 沒有限人數 这些酒店简单单,没什么人最棒,我什么时候都这么说 更加棒是什么?旁边还有个健身室 当然这个健身室我没去看,待会再带大家去看 有泳池和健身室都在35楼的位置 健身室外面有个休息室,环境都不错 健身室的位置是对着落地玻璃 这边的海景更加好 这边的影子比较清楚,大家看不看? 器材不太多,最贴心的是什么? 不然咖啡机也有吗? 维修当中是水机吧 没有咖啡不重要,有茶喝 惊喜的东西是一浪接一浪 有个桩在这里 我一个师兄弟打泳池很棒 健身室走出来就是刚才命池的位置 今天非常棒,风和日丽 天气多好 泳池不太大,但足够油 我先晒晒太阳 在健身室里休息了一会 大家都看到我有多好功夫 然后游泳池游泳了半个小时 没什么人,今天天气和气温有多好 28度,现在上来洗完凉 冲杯咖啡,休息一会儿 下去吃半全自助晚餐 那为何又半又全呢 现在跟大家吹多两嘴 半自助晚餐一般来说就是 有个主要课 外面那些餐汤沙律 可能会有些冷盘鱼生 那些会任你吃的,团品雪糕那些 主要课今晚会吃什么呢 食肉,今晚叫做食肉瘦之夜 下去看看有什么肉吃,先跟大家吹一下 为何又叫做半又叫做全呢 全自助餐呢 现在就叫做食足全晚就叫做全自助餐 一上来我就已经做了两杯咖啡喝 因为相当之不错的咖啡 下到底下再和大家吹 去到6点半了,餐厅位于二楼 出去看看 餐厅的门口招牌 整体的位置,找个位置坐下 接着窗口这张桌,有点高的 好,位置都不错的 刚刚遇到网友,拍了一张照片 真的相当之开心 如果想上镜就过来吧 没问题 急不及待,那又如何呢 先看看什么食物 主要是未看的,有两个汤 冷盘区 蟹脚,冬奶尿虾,翡翠 还有虾,更加回本 刚才大家也看过蟹汤 三点蟹 还有这边呢 龙虾和蜆 有一系列的酱汁 都不错的 虽然说是一个半自助餐 除了酱汁之外 就像早餐一样 做些芝士吃下 继续都是冷盘 有汤有冷盘 我刚才做了三文鱼 煙三文鱼 还有些杂冻肉 冷盘 当然有鱼生 鱼生区 有什么鱼生呢 又是这些 四大天王鱼生 精彩一浪接一浪 都是冷盘 不停吃冷盘 有些白爪鱼 拌了些味道 还有些青瓜 相当不错的 这边最高兴 为什么呢 有汤有沙律 来到沙律区 今晚也有四五款草 还有一系列的酱汁 哇 太阳灯底下 有什么晒太阳呢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 不是鱼蛋 而是白爪鱼丸 比白爪鱼丸更精彩 当然是这一款 哇 四款的焗蠅 真的挺正 有个主题 热盘也不太多 到甜品区 全部都是盖住的 因为卫生情况相当不错 有什么没有盖呢 太阳灯底下的好些 葡萄 还有这边 一系列都挺精致的冷盘 它做得不错 大家看到有什么细节位 是 是 每一个 都有个名牌 中英文翻译 看完食物来说 一个半自助餐 的确是 喜出望外 特别是冷盘区 的确是不错 还有主题 刚才说过 食肉秀 有四款扒 给我们选择 还有烧鸡 还有鱼 还有鱼 我们先吃了 头盘 拿了什么吃 拿了海鲜 还有 焗蠅 我先吃了 吃完再和大家分享 拍个近镜 给大家看一下 拿了什么吃 杂筆 海鲜拼盘 还有鲍鱼 它有精不精彩 它有精不精彩 它就收在后面 在吃头盘 当中 工人们拿了 iPad 今晚的主题 有什么吃 说明是肉秀 牛扒 鸡扒 西拉 羊扒 鹿鱼岛 团肩扒 还有黄金薯条 的确不错 这边还有猪手 我先想想吃什么 響钟有什么 师傅在这里 做火焰醉雍虾 80年代最出名 排队 后面已经 那条龙 除了醉雍虾 还包了两杯饮品 叫什么喝 是不是很漂亮 其实只是凍檸茶 除了凍檸茶之外 今晚的主题 又上过了 薯条 是的 薯条 根薯条 还有杂菜 我叫了一份羊扒 小云叫了一份猪扒 但是很抱歉 他刚才上了一份牛扒 他又不吃牛 现在就叫他做一份 切开了给大家看一下 里面真是 黑色的 这个五成熟 多一点 掌握相当之好 这两粒不是大盘的 这一粒是大盘 这一粒我未吃 这两粒是八爪鱼丸 吃了一口 相当酸 后面一个开鼓 大家猜到这一粒是什么 可以在这里留言 千呼万换 又此出来了 那粒猪扒就来了 这边看得清楚 一件烧烤肉眼扒 刚刚上桌 已经闻到很香的烤烤味 那我就先吃吃 沙拉间又到甜品的时间 大家看到蒸不蒸脂 都不错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刚才 影漏了个雪糕 不要紧 现在补飞 很开心 这个半自助餐 慢慢吃 慢慢割过扒 最特别的一件事 就是 他偶然会有些厨师 推一些特别的车 开火焰蝦 又做一些芝士意大利粉 都不错 相当之特别的 在到甜品 又跟大家说两句 今晚整体食物质素 都不错 特别是主义 炭烧羊扒的味道 羊扒绿滑度 都相当之不错 比我想象中 都叫做多食物 今晚都比我想象中 是人多 我都此料不及 幸好是吃半自助餐 都是各样东西都不用排队 有些什么提示给大家呢 就是 拿鲍鱼 记得和它拿鲍鱼 没有放出来的 你和它拿才有的 我就先吃甜品 上房再和大家分享 吃完自助餐 有些什么好做呢 就出去观塘一带走走 其实附近都是工厂区 但不要忘记 穿过工厂区走到外面 就是观塘海滨公园 如果两个人来 出去出去拍拖 相当之不错 今晚的半自助晚餐 如果大家喜欢吃牛肉 那就相当之惊喜 环顾隔壁 那些叫牛扒 牛柳 那些 相当之大件 亦是做得相当之有水准 今晚整体来说 都是比我想象中丰富 一般来说半自助餐 那些 就是外面给你拿的 那些选择都不是太多 今天那些冷盘 鱼生 甚至甜品 那些选择都是不错的 其实甜品最好吃都是雪糕 然后回到房间又多了一个特别惊喜 他拿了一个水果盘 还有雪柜的饮品都是免费的 我自己今天玩得很开心 因为整个下午我都是游泳在健身室 健身室也挺舒服的 做完健身就坐下喝杯水 我刚才吃东西都挺肚饿 所以刚才拍的自助餐 可能拍得不太好 因为肚饿 今天吹水到此为止 我吃完山菇就睡觉了 明早再和大家吹过 早晨早晨 established 大家好 那你也做了精神的 今天早上七点 看 hag 鱼蛎 相当的聆静 一早 大家看到锅第一早晨早晨因的僵致 鉴DC 在这里坐了一会儿,生活很简单,简单看日出也相当舒服 昨晚这房间睡得不错就相当不错,因为在厕所玩了一晚,厕所多大才行 玩什么?玩水,有没有试过两个花灑在一起吗?不断肥肥?水力足够,又可以加个雨淋色花灑,又可以加个花灑 玩水都玩了一晚 现在有什么好做呢?下午吃个早餐再和大家分享 回到昨天二楼的餐厅 找个位置坐下 很好笑,刚才在前面拿桌子的时候,那位小姐就说 先生,你的房间没有包早餐 哎,有这样的事,我说 不,订房间常常有早餐 不,我就看回她,传个电邮给我,原来真的没有包早餐 她都说可以给我一个优惠,教我进来吃,50元一位 有什么吃呢?看个餐牌 首先来一个叫美式早餐 有美式当然有中式,那旁边呢? 都是有点健康的早餐 咦,粘饭也可以吃 有什么心水? 没有什么心水就由我决定 整体餐厅的环境相当不错 昨天又比较人多,今天就拍多一点给大家看 喝品是自己拿的 还有什么喝呢? 最棒的是水,橙汁 刚刚拿了一杯咖啡喝 为什么今次这么大意呢? 原因就是她订去这个套房 原来有两个套票 第一个套票就是 她包一个中式套餐 那边就连起早餐 那边就多少钱呢? 就900多元,更便宜些 好像有三个送上房吃 那边这个自助餐是1299元 她就没有包早餐 她就发了个电邮给我看 我自己没有看清楚 不要紧要的 我认为50元是值得的 嘩口味道 美式早餐 有水果、乳酪、腸肉、炒蛋 还有我最爱的茄汁豆 和沙律 我认为50元是值得的 我觉得值得的 因为是咖啡果汁 刚刚我又叫了一个美式早餐 今早这个美式早餐 都是大热之损 吃完早餐 就在健身室里又滴 玩了跑步机 跑了4公里、5公里 做一些强身 最重要就是有波笋和泳春 这间酒店整体来说都算不错 大家怎样订计呢 回到酒店网址 有很多种计划 大家就看清楚包不包早餐 不要像我那样 游泳房居下来才知道原来是没有早餐包的 但都不要紧要 但我自己都觉得 今次这间房包括自助晚餐 都的确是挺划玩的 今天的分享到此为止 多谢大家看我星星一些自费邮寄 喜欢住套房的网友就给个like我星星 喜欢吃自助餐的网友就订阅我职人吹水的频道 喜欢小泽园又怎样 我当然不理你 我不会抛开我自己的偶像直树母子来 不理他 但找食无办法 有时间和大家吹吓小泽园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 多谢收看 拜拜 8-1 白鸚 5-60 2 2 3 2